大家好,我是黄如露 今天来跟大家讲的是安宁照护 什么是安宁照护呢? 安宁照护是指疾病进入末期时 有医师诊断,生病人的生命愈后 在6个月及6个月以下的一种疗护方式 安宁疗护不需放弃希望,也不需放弃治疗 而是经由整个医疗团队的尽最大的努力 来达成疾病以及疼痛的缓解 使得病人及家属能够达到身心灵的平安 安宁护理是由政府联邦健康保险Medicare 及加州低收入健康保险Medical 给付的一项福利 病人本身不需再自付任何的费用 安宁服务是道府的访试 由医师、护士、护佐、社工、生职人员 以及义工的一种道府访试服务 以及脊肤跟疾病缓解、症状缓解的有关药物 医疗器材、个人照顾用品 及病人过世后为期一年的癌伤及丧亲辅导 是给重症病患很好的一个福利 目前不只是大家对安宁教肤存有极大的物己跟尼斯 甚至于医师和护理人员都不是很了解安宁教肤 以至于在转诊的时候 我们都只看到病人剩下几天 甚至于几个小时了 而目前美国政府给付六个月 甚至于更久的福利 其实有很多有公信力的研究报告显示 及早转诊、安宁教肤 病人不但活得更久 而且更有生命的质量 这些诊疗包括阿兹海默症 脑癌、乳癌、浴血性心衰竭、肺气肿 肝癌、卵巢癌、胃脏癌、直肠癌、胃癌、猴癌、胆囊癌 汽管、支气管肺癌、非小细胞肺癌 安宁教肤不是放弃希望 也不是放弃治疗 而是经由整个医疗团队的努力合作 达到最好的症状及疼痛环节 使得病人及家属有机会 道爱、道谢、道歉、道歉以及道别 谢谢大家 看完刚才的新闻词典之后 接下来要邀请您进入我们的新单元 专家评论 首集专家评论为您邀请到是 台湾乡情关怀会会长谢正宽 来谈谈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前中华民国总统李登会被起诉事件 从这事件来了解台湾国安秘障的历史背景 各位观众大家好 非常高兴大家准时收看专家评论 我叫谢正宽是台湾乡情关怀会的会长 今天要跟大家来探讨的一个主题就是 台湾的国安秘障的历史背景 最近大家非常关心就是因为特尊组他在6月30号的时候 起诉了这个李登辉前总统 那为什么这个会造成这样一个冲击呢 这是我们必须要把整个事件的历史背景做一个介绍 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就是这个国安秘障的历史背景 大家都知道在台湾政党轮替 2000年政党轮替之前 那么国安局始终存在有一个丈夫 这个丈夫呢 因为不为外界所知道 所以就叫国安秘障 那这个国安秘障到底是在做什么呢 你知道在早期台湾因为这个外交处境非常困难 所以总统或者是外交部到国外去做外交的时候 经常是要做秘密外交 那为什么叫秘密外交呢 就是因为不能公开嘛 那我们秘密外交最主要的当然就是 把钱去援助或者是用技术去援助 一些有邦交国或者是无邦交国 只要是对我们友善的这些国家 我们都会提供这些援助 那在早期这些援助的金钱 如果没有用完的时候 这怎么样来消化掉 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明文的一个着落 那么在李登威就任第八任的这个 第八届的中华民国总统之后 他觉得这个必须要制度化 所以就把这些国安密账的这些决移款 就把它规划成一个叫做奉天专案 那这个奉天专案里头 当然累积了有一些相当可观的金额 那么他经常性的来作为这个总统出去外交的时候 或者是所谓秘密外交的时候 所以必须要用 在1994年 就是在曼德拉 这是南非总统 他大概是做最后一任的总统 之后 由李登威去那边祝贺 他这个担任总统 旧子典礼 在那时候 由这个李登威 他亲自就是下令 就是说要援助这个南非 1050万美金的金额 那那时候这个应该 如果是照国家制度的话 是要由外交部来编织这个金费 但是那时候外交部本身并没有这些金费 所以就透过这个总统 他透过这个国安局 他跟外交部讲 就是说你可以向这个国安局的 这个国安密账里头 就是这个奉天专案里头的专款 来补助这个外交金颜的案件 所以这个钱补助出去以后 当然必须要由外交部 就是在边力正常议算的时候 把它又挪回来 就是补回来这样 那在这个填补的过程当中 那么有一些就是经手人 就是当时的这个国安局局长 英中文啊 还有就是当然国民党的大掌柜 就是大掌柜啦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当时的这个出纳 这个当时的国安局的这个出纳组长 就是西炳墙 就是西炳墙 他们刘太英是当然是大掌柜 然后这个出纳组长 就是西炳墙 他们中间呢 有把这笔钱挪用到这个台中 台湾中和研究院里头去 所以这笔钱其实是由当时的一个被时代背景 尤其是由这个国安局的钱后来用到了这个台湾中和研究院里头去这样子 那这个过程当然这中间还有包括这个 这个刘太英他本身也有从中间拿到不法的这些用途 所以刘太英后来也被判刑也关了一阵子 但是在整个流程里头我们看到这个英中文 还有当时的出纳组长这个许炳墙 本身他们在八年前的时候已经有国家起诉 为什么会爆发这个案件呢 就是在这个国安秘藏为什么会被外界所揭发呢 就是因为有一个出纳组长就是刘冠军 他把国安秘藏的一些金费自己把它中保私囊 而且他减款逃到了今天逃到中国大陆去 所以后来才爆发这个国安秘藏 才被这个国安秘藏掀开来 所以这是整个一个历史的过程 大家不要忘记了在过去那种危险的时代 我们说看看这个两奖的时代 那时候台湾有多少这是属于 其实应该是国家的财产 那当时的总统他要怎么做怎么规划 就是就是怎么做 好比说我们看到在台湾这个寒辟楼啊 日月潭啊或者是梨山啊 或者是等等这个风景有名的地方 都是到处都是充满这个总统的行管 那这些其实讲起来如果以现在今天的角度 他也是挪用公款来做一些私人的用 但是时代的背景毕竟不一样 当时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结构 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要以现代的眼光 来看过去的这个历史事件 是有一些值得斟酌的地方 那么整个事件是发生在1994年 大家不要忘记了台湾的民选总统是在1996年 而且真正的国家有制度化是在政党轮替之后 才由过去始终由国民党一党来专制的这些体制 变成了就是说必须有国家的机制存在 所以党跟国家毕竟是分开来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国安秘藏的历史背景下 那我们下一集要跟各位来介绍 就是说这个国安秘藏特征族起诉李登辉 对于2012年这个总统大写有什么样的冲击 请各位继续收看 这就是这个星期的红星周报 希望您喜欢 我是任维珍 也在这里祝福您有一个崭新愉快的一个星期 下星期同一时间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